讲一下说这个脏乱对你们造成什么困扰 这个假如说夏天雨水多的话 就会造成阻塞 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 大概有二三十年 然后阻塞会怎样 它这个会造成这个墙壁 这个住家的墙壁会漏水 然后会造成那个臂癌 这个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画面上是基隆仁爱区南新街72号旁边 有在地民众向市议员郑文廷反映 房屋旁边有一个存在已久的老问题 由于山坡地形的关系 道路两旁有规划矮墙 但是在矮墙内却形成脏乱点 严重影响到居家环境 希望与相关单位进行会刊讨论 如何来解决 我们是认为说这个矮墙 也已经很多年了 几十年那也已经老旧甚至氧化 那是不是可以研绎把这个矮墙打掉 那把这一边的这个沟把它垫高起来 让这个路面变宽 那把它化成行人专用道 那因为这一整条上去到上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脏乱无法清除的这个困扰 所以我们建议市政府是不是可以来研议办理这样的一个方法 员员先讲一下说这边脏乱的情况可以叙述一下 这边因为这边是属于道路的部分 那这边是民宅 所以这一块清洁队是没有办法来清的 他们没有办法来清运这一个地方 那你说要人进去清的话也会有困难 其实这边几乎不到一个人的宽度 很难清理 所以我们建议市政府把这边把它矮墙打掉以后 先把垃圾清出来 然后把这个路面垫高 让这个行人可以有更宽敞的一个空间可以来通行 郑文庭议员强调 干净家园是让民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 也是让基隆的市容变干净的关键 因此透过会刊 请市政府有关单位来改善 避免造成市民生活的困扰 也提升居住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